資訊站到底是假新聞 以比例上來講 通常在資訊攻擊裡面 假新聞的比例可能佔不到20% 也就是大概1.5以下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就是假設我今天是一個發動攻擊的一方 然後我要丟很多訊息給你 我要想要造成你的認知的騙物 想要讓你的思考產生錯覺 這個時候單純告假新聞 基本上是不太夠的 假設我是一個一天到晚 都只會丟假新聞的一個國家或者組織 到時候被大家暴露出來 那沒有人要看我的東西 所以比較好的一個做法 其實是要先吸引別人 讓別人去喜歡你丟出來的訊息 這個時候等到喜歡到一個程度 你再丟假訊息 這樣才會有意義 這就是為什麼呢 其實通常來講 當攻擊裡面已經開始出現假訊息的時候 那表示攻擊已經進展到很後面了 也就代表其實非常非常的危險 在前階段其實大部分都不會是假新聞 那這個時候我們用一個比較精準的用語 我都會喜歡用偏頗的新聞 用偏頗的新聞去吸引特定的群眾 然後讓這些群眾習慣來看這些資訊 餵養這個攻擊方 所以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像這個黨產會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呢 當時有在查一家這個一個地方叫做華興育幼院 那是一個孤兒院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台灣的新聞媒體 就披露說這個黨產會正在查這個華興育幼院 這樣的一個組織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台灣的新聞呢 會被剪貼到一些特定的網站 那內容完全都沒有變喔 但是就是改標題 那改標題最大的意義就是 因為台灣人看新聞有一個特色 就是很多人就只看標題而已 就好像很多人在看電視新聞 通常就只看下面那一排是什麼 也沒有在聽主播在說什麼 所以呢 做資訊攻擊很重要的一個地方就是 如果我能夠做一些特定的標題 然後用標題的攻擊 讓別人陷入認知偏誤的話 那攻擊就算成功 所以就像我剛剛講的這一個 這個黨產會正在查華興育幼院 這樣的一個新聞 當時就被別的網站貼過去 貼過去之後就只有改標題 內容不變 那這個標題叫做 黨產會連孤兒院都不放過 那時打這個新聞的時候呢 是在去年促轉會事件的時候 所以這個時候呢 大家很明顯的可以感受到 這是丟給泛蘭的群眾看的 泛蘭的群眾看到這個新聞 一定會很生氣 就會覺得說 你這個轉型正義做到這個地步 連孤兒院都不放過 所以呢 1124要滅東廠等等之類 這個情緒就整個被動員起來了 那但是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今天這個新聞標題改成另外一個 叫做 國民黨長黨產連孤兒院都不放過 那這樣的一個新聞標題 很明顯就是要丟給泛律看的 泛律就會覺得說 國民黨就已經很可惡了 藏匿了那麼多黨產 結果藏黨產竟然藏到孤兒院 也沒有人性 所以這種情緒一起來的時候呢 他就會喜歡這樣的一個新聞標題 那大家仔細想想這兩個新聞標題 黨產會連孤兒院都不放過 跟國民黨連孤兒院都不放過 這兩個新聞標題沒有任何一個是假新聞 因為對我們來講新聞的內容就是 廣產會真的在查華新育幼院這樣的一個組織 但是藉由標題的一個偏頗 就可以設定不同的群眾 那這個不同的群眾呢 接下來就會更信任這個新聞網站 所出來的這個標題 然後到最後呢就會更迷信 更相信他所散播出來的資訊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過在前階段 其實80%都是用偏頗新聞 這樣的一個做法去吸引特定的群眾 那這種偏頗新聞的這種標題呢 最近也剛好有另外一個例子 大家知道這個前AIT主席 這個Purager 那他在台灣有演講 那演講的時候呢 他的內容最主要就在講說 中美貿易戰 台灣的定位 那他其實非常的中信 他就講說 這個因為美國自己內部有一些矛盾 白宮跟參議院也有一些矛盾 所以台灣應該要自立自強 所以這聽起來沒有什麼嘛 就是台灣要走自己的道路等等之類的 當天6月5號 新聞的標題都非常的正常 因為那個活動是有直播的 所以如果你直接做什麼假新聞啊 偏頗新聞啊 其實第一時間可能就會被攻擊 但是在6月6號半夜12點的時候呢 中國台灣網 這個是國台辦所經營的一個 我認為就是所謂的網站 這個網站呢 就把這個台灣Purager演講的這個新聞呢 做成一個報導 這個報導就說 這個Purager的演講有五大重點 前面四個全部都寫對的 就第五個故意寫成偏頗的 他的偏頗的這個內容是寫說 Purager認為台灣是唯一的輸家 台灣會完蛋 那當然這樣的說法是 帶有非常強的一個主觀評價 但你要說他是假新聞 這個好像又 離假新聞還有一段距離 但他絕對是一個非常偏頗的新聞 然後再不到三個小時 所有中國跟台灣的內容農場 全部都複製的一模一樣的標題 就是AIT的前主席 台湾是唯一的輸家 然後這樣的一個訊息 就全部被打到 地面我們常講的LINE群組裡面的 這些訊息 然後也打入到台灣的這個 言論自由的市場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中天新聞 在隔天馬上就形成了一個新聞標題 下面就寫 這個前AIT主席 冒號台灣是唯一的輸家 這個標題就一直停留在那邊 那如果你有把這個新聞 這個轉下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 主播在報導這件新聞的時候 完全沒有提到台灣會成為唯一的輸家 他從頭到尾都還是很中心的 在報導這個演講的內容是什麼 但是那個標題永遠都一直在下面 就是台灣成為唯一輸家 那這樣並不是要特別設定說 泛藍還是泛綠 他最主要的目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 這種資訊攻擊出來之後 他要造成一種刻板印象 這個刻板印象的一個 這個是一種資訊攻擊 我們叫可得性偏誤 他要有一種框架 讓你感覺到說 如果在中美貿易戰 我們太靠近美國 我們會完蛋 因為連美國自己都看不起 這樣的一個中美貿易戰 因此台灣如果太過於靠美國 那我們就會變成唯一的輸家 這樣的一個資訊 如果大家願意去做一些街頭訪問的話 大家應該可以知道 這已經變成一個非常普遍的訊息 那新聞也是一天到晚照三餐 用這樣的一個標題來打 那更何況不要講說你在小吃店 有時候電視是沒有放出聲音的 你也不知道主播跟記者講了什麼 但你就一直看到那個標題 就是台灣會成為唯一的輸家 去製造一些地面上反美的一些情緒 或者說他們常講反美就是正義 那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再跟台灣的選舉來做連結的時候呢 他就可以針對特地的候選人去做攻擊 或者去捧特地的候選人 這就是一個非常典型 由中國來打過來的一個資訊攻擊 所以當然資訊攻擊 大家從剛剛聽到現在就會發現 其實呢它最主要反而是用偏頗的一種方式 讓大家去進入一種特定的一種認知領域 然後進入這個認知領域之後呢 到最後選前可能兩個月到三個月 才真正會出現一些假新聞的操作 甚至有時候從頭到尾都不需要任何的假新聞 它只要去動員你的情緒 然後製造偏頗的新聞 讓你對特定的議題只會有一種看法的時候 這其實就成功了 那這就是大概對於這個問題的一個解答 就是到底這個資訊戰裡面到底是不是都是假新聞 那其實答案就不是 那這也是會造成我們很多時候追查的一個困難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搜尋假訊息 你要定義假訊息其實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要定義所謂的偏頗訊息 那其實就並沒有那麼的容易 所以光是要去創造一個台灣在地化的什麼 叫做偏頗訊息 以及我們要怎麼去往前追 那個偏頗訊息的來源在哪裡 那就變得非常的困難 當然我們台灣有各式各樣的一個內容農場 台灣的媒體自己也會製造很多的假新聞跟偏頗訊息 那我們這個研究呢 最主要目標 當然不是要把台灣的假訊息 或者偏頗訊息全部都處理掉 因為人跟人在相處之間 還有我們的言論之間 多多少少都會帶會有一點立場跟偏頗 新聞當然也很容易會有偏頗的立場 但是我們今天想要講的就是 資訊供給的目的是 要讓你現在社會現有的對立變得越來越嚴重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們本來當然彼此之間 可能多多少少會有立場跟偏頗 但我們還知道要做下來溝通 但如果今天是別的國家來 特別針對我們之間的對立來見風查徵 把偏頗訊息做得更完善 那怎麼做得更完善 就是把行銷做得更完善 然後甚至配合台灣的行銷公司 來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我們對立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嚴重 現在已經非常的精細了 以美國為例 美國是可以把所有的受眾 可以分成76種那麼多 那在台灣至少也可以把行銷的受眾 分成30幾種 那如果把不同不同的受眾 你是偏藍還是偏綠還是偏統還是偏毒 還是你是挺人權還是反人權 把這些各式各樣的分類 如果都把它做這個人格描繪 把它做得很好的時候 針對不同的人丟不同的訊息 就會變得非常的成功 我舉個例子 像這個去年選舉的時候 也有發生過 像韓國瑜的選舉 韓國瑜的選舉呢 這個正面只是舉例 並不是在講說韓國瑜是特定的一個操縱 但是韓國瑜在選舉的時候 他就丟各式各樣不同的這個所謂的長輩圖 就是圖文到這個群組裡面 裡面就有一個說韓國瑜長得像蔣中正 然後裡面就有講說韓國瑜的個性 跟蔣中正有哪些類似的地方 另外一個說韓國瑜長得像饒國華 那也一樣在講說他跟這個抗日名將饒國華 有什麼類似的地方 那還有一個比較扯的 就是說韓國瑜長得像楊過 那其實我們不太知道楊過長什麼樣子 但總之他就是放了一個楊過的劇照 然後說他跟楊過的個性有哪些相似的地方 那為什麼他會做成那麼多圖 就是因為這些絕對不是什麼假新聞 你可以說他偏頗有一點 但是因為他的重點就在於說 他在針對不同的群眾 有些人喜歡金庸小說 有些人喜歡講中正 有些人喜歡饒國華 所以他根據不同的群眾去做那種情緒上的連結 讓你覺得韓國瑜這一個人是值得信任的 或者他這一個人的形象是正面的 這就是一種行銷手法 這個行銷手法分層受眾之後呢 如果是用偏頗訊息 那就一定會變得更嚴重 因為這是一種認知心理學的操作 那認知心理學如果大家去Google一下就可以發現 認知心理學的偏誤有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那這個在美國的這些商學院 甚至甘乃基學院的訓練 裡面都有這些相關的課程 那中國其實都一直有人在美國 學習這些相關的學問 所以如果能夠把這種資訊攻擊 操縱到極致的時候 要去散播特地的一些刻板印象 就變得非常非常的容易 然後最後再用假新聞一刀打下去 那就變得更誇張 譬如說我們之前在追一個假新聞 他就在講說 菲律賓有80%的男同志有AIDS 這明顯已經不是偏頗訊息 他完全是假新聞的 那這個假新聞有替換過非常多事 有時候菲律賓改成泰國 有時候男同志改成女同志 80%改成70% 一直換來換去 然後固定的頻率 大概每幾個月就打出來一次 他的目的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他知道台灣在發展新南向政策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去針對東南亞的國家 去做一些負面的標籤化 這是一種認知領域攻擊 這個時候去推新南向政策的時候 一般人的感覺就不會那麼的好 再來他知道台灣挺同跟反同 對立越來越多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把同志的刻板印象 也打出來 那這個時候也可以造成一種對立 因此他就把兩種不同的議題 合成一個新聞 再用疾病的情緒散播方式打出來 其實是非常高明的一個手法 然後固定頻率的不斷打到我們的認知領域 打到我們的Line群組 打到Facebook的社團 然後甚至打到這個所謂的政論節目裡面 那如果這種資訊攻擊越來越強力的時候 已經進展到假新聞的程度之後 你就可以知道別的國家對我們的攻擊 造成社會對立會變得有多嚴重 然後再震拜 MARCE Facebook